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要见你的 好 请 师父 姜春军看见了 知道了 你去吧 师父 我还是给您煮碗面吧 您都三点没吃东西了 前辈 您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无论如何您要保重自己啊 好吧 你去坐吧 多坐点 姜春军也没吃吧 是 也觉得有点饿了 是 谢谢姜春军 多谢 谢谢 前辈 你就别动了 我没有你想象那么虚弱 我是在庇谷 调理自己的身体 也调理我自己的心情啊 说吧 你这次来干什么来了 我这次是为黄金而来 要拿走 你拿就是了 反正这些黄金 已经不属于我们了 我们再守护着 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 不是的 前辈 你们精心守护的这些黄金 一定会有它的价值的 只是我担心 黄金藏在这里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郭亮知道了八路 也许已经得到了消息 也许已经得到了消息 黄金放在这里 太不安全了 所以我建议 把十万两黄金全部转移 等他们查的时候 什么也查不到 前辈 您同意吗 同意 我来安排 师父 您好 请 多谢 前辈 这里就是没有酒 要是有酒的话 我真想敬您一杯 江川军要喝酒 只有回去跟你归田军一起喝了 你是看着我要回去了 任务完成了吧 你该回去汇报了 顺便问一句 穆兰最近怎么样啊 穆兰科长 现在洪轩身边当秘书 她的任务 就是要把岛城的黄金 变成美金 为帝国的复兴做准备 一个女人 只有结了婚 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一个女人如果不结婚 她将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是有缺憾的 您对她的关心 让我再次想到了一个称呼 什么称呼 父亲 您想她的父亲 父亲 父亲 我是全日本年轻人的父亲 不是吧 是 您是一个值得我们自豪的父亲 请 前辈 您先请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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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都帮我了 还是 这里 就交给你了 前身奉险 我们以黄金同载 我交代的事不会有问题吗 您交代的事情哪敢有问题呀 一共有二十三个兄弟来这里 邀请了四千一百五十块大洋 都在这几个袋子里头 司令 您要不要亲自点一点 不必了吧 出茶所是要掉脑袋的 我想你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大而息 是是是 康走 司令 这 我给您送去 你不送还让我自己拎吗 好好好 好的 掉 国司令 钱我送到了 我走了 等等 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以为我真的提不动吗 我警告你把这件事情给忘掉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什么也没看见 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做 错 你做了 什么也没做吗 你把大洋给幽挤出去了 没有啊 你幽了 对对对 幽了 幽了 幽了就把手机拿来 这 你放心 这是在演戏 没人敢查 这 恐怕不大合适吧 你说这样合不合适啊 别别 司令 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要杀了我 能要落我全家的命啊 那就赶紧把手机给我拿来 我以后对我的弟兄们有个交代 交代仅此而已 司令 你可以交代了 可我就要赔上这四千多大洋啊 司令长 过了美人谷 可就是郭亮的地方了 这哪是写的塌地啊 我怎么就不爱听这话呢 孟阳长 你带一个脸 把台湾桑包围起来 不要进去 也不要发生冲刺 如果私人问起来的话 就说是奉命 那要是遇见过我们等部队怎么办 赶走 赶不走就咋 不然的话 信过他还以为我是棉窑草脑 你也能货呢 听懂了吗 是 去 走 去 去 后面的跟着 又简单了 报告 报告 别赢了 给我来这套小把戏 当大爷就看着我 看看我眼睛里头有些什么 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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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这么快 是被鬼子追的 还是被子弹撵的 是 是被 把路子弹撵的 我们本来想打冷枪吓住他们 没 没想到冷枪打了 我们一个兄弟 把命丢了 八路的神将手 你住嘴 你做梦吧 大白天哪来的八路 在我郭良的地盘上 他们要是要来 也得问我同不同意 不 八路呢 他大部队已经快到生意街了 不信你再派人去看看 集合队部马上出发 不能让八路进来 是 不 八路 不 八路 不 八路 喊话 叫他们站住 前面保障听着 不要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就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 我们就要开枪了 我是郭良 郭良 徐志队长 刘正伟 大驾光临是何用意 请你们回去 子弹可不让眼睛 别伤了彼此的和气 郭司令 我们没有其他用意 就是想找你谈谈 郭司令 不要再演戏了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谈谈吧 有什么好谈的 怎么 不想谈 那你还想打不成 如果你不放心的话 那咱们约在十里乡酒馆 如何 好 行 展位 展官 都是自家兄弟 有什么不可以谈的 里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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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以 请 请 好 请 好 谢谢 好 我的 好 我的 好 我的 好 好 别不 太小了 好 但是 徐致队长 你为何大举行兵 后悔抗日统与战线 我是担心 藏了太平寺那十万两黄金 被人独吞笼 太平寺藏了十万两黄金 笑话 我怎么不知道 公司令 如果你要装作不知道的话 那我就告辞了 等等 请你把事情讲清楚 郭司令 我已经下令包围了太平寺 你怎么能 兵分两路 这是战术问题 我如果不把太平寺包围起来的话 我就不能在这里踏踏实实地喝茶聊天 我告诉你徐致队长 那些黄金你不能动 笑话 我为什么不能动 因为它属于国产 不属于共产 错 它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 郭司令 你上次派人偷袭我们没成 这次 你还要派人抢黄金吗 我看你是要犯破外抗人统一战线罪 郭司令 师父 师父 外面情况怎么样 八路已经把四面给包围了 难道八路知道黄金藏在这里 师父 八路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人泄露了机密 不可能 不过 要防备八路进来查 你赶快下山 等木兰山行 告诉他们 不要让郭亮来上山 我要给八路唱一出空城祭 恐怕来不及了师父 来不及啊不要紧 你告诉他们 就说黄金已经转移了 不过不要让郭亮知道 等八路走了以后 我再跟他谈这笔买卖 可 万一郭亮带着八路来搜黄金怎么办 哎呀 就说没有 八路能把我们怎么样 公志 去 把刘里面叫来 是队长 我不能离开你 放心大胆地去吧 现在啊 最不希望我出事的人是郭司令 去吧 是 郭司令 咱们边喝边等 等什么 等我的政委啊 人哪 不能老吃毒食啊 摊牌吧 二八分成怎么样 分什么成 郭司令啊 你不是说我太平寺藏有黄金那事 这是个笑话吗 三七开总可以了吧 我不谈这个 喝茶 这样 四六开 这是底线 我们国军总不能跟你们平文秋色吧 郭司令 我提醒你 现在是八路军包围着太平寺 至于说 如何处置这笔黄金 不是你说了算 五五总行了吧 五五总行了吧 郭司令 你面子大 你来敲门吧 好 去敲门 施主 阿弥陀佛 本寺正在整修内殿 请问施主 有何贵干 我们来拿金条 本寺并未替施主代存金条 何取之用 就在前几天 江川在这里拿走了一些金条 施主 本寺并未有江川这个人 取金条 更是无稽之谈 金条 就藏在这个寺庙的地宫里 施主 说话要有证据 本司令就是证据 这可是我亲眼所见 施主 那您一定是看花眼了吧 你说什么 你是活腻歪了 过来 和弥陀佛 善哉善哉 佛门圣地 不可口出狂言 小师傅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让我们进去看一下 不就都清楚了吗 好 二位施主 请 请 是 门盖 请进 施主 请 施主 请你们仔细看看 有没有你们要找到江川 他不是个僧人 自然没有 他不是个僧人 那他是商人的 是个商人 郭司令 什么时候军人和商人 参加到一块儿了 难道你能在一起 所以交易吗 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我跟他没有任何的交易 这次找他 纯准说为了我们共同的人 施主 请 嗯 请 嗯 请 好的 施主 请 施主 这里是本次僧人避难之所 委屈二位施主 请慢走 黄金就在这里面 施主 怎么没了呢 什么没了 这可是我信念昨天 当时精彩就算了这儿 施主 这里本来就什么都没有 这不可能 这一定是叫人给转移了 好吧 我们上去吧 红队长 你去吧 好 帮我来 放响 我去吧 叫你 现在 行吗 师父 路上呢 会员 醒过的是被拔路拿住了 变成了一头蠢驴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到蠢驴身上 一定要把它变过来 变成是一只狼 一只狼 师父 您有什么吩咐就说吧 你带些人下山去 把姓徐的干掉 把八路赶走 像江春去那样吗 江春是在别人的地盘动手 现在是送到嘴边的肥肉 只要动动嘴 竟然把这块肉吃下去 你去跟醒过的说 金庄还在 我先替他保管 让他一定要把这块肥肉吃下去 吃不下去 交易取消 岂有此理 鬼子不讲信用 把金条全搬走了 既然谈好了条件 他们不会背信其义 可能是您把八路带去了 人家自然要做些防范措施了 老和尚不知道我把八路带过去 也是 这事挺蹊跷 莫非他猜到你会带八路过去 他又不是一个能掐灰散的神仙 再说了十万两黄金 甭说藏了 就是搬也要搬一个点时间 包包司令 您上姑娘要求见您 叫她进来 行 郭司令 没生气吧 我真想一想崩了 等我说完这一句话 您再崩也不迟啊 说 郑爵前辈让我告诉您 金条他替您收着呢 请您放心 你说的是真的 没看着障眼 滚出去 是 司令 我说他们不会背信其义吧 你先别说 听医生姑娘讲 金条已经转移到别处 很安全 协议照常有效 郑爵前辈不明白 您为什么要和八路五五分成 这样分成之后 他们还会不会走 如果他们不走 留下来和您平分牢山 这一亩三分地儿 郑爵前辈说 说他有理由怀疑您 丧失了执行协议的能力 好好好 来 霓裳姑娘 坐下家 好 你再给我说明白一些 我的话说得很明白 到时候您走 他不走 我们就会直接面对八路 这样 就为我们使用岛城 这阳口的通道 增加了许多变数 我明白了 司令 人家担心您把钱拿走了 会把麻烦留给他们 该走的我们都做了 八路非要留下 我们也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 我们有 什么办法 在街上射到警戒线 不让八路的追兵过来就行 八路的追兵 他们哪来的追兵 就是啊 我们派人去袭击八路的首长 撤退时要跑到你这边来 只要你们的士兵能挡住十分钟 让我们的人跑进牢山的树里面 今条就是你们干嘛 这好办 司令 未必好办 咱们的人 能拦得住八路吗 他们的首长要是被杀了 他们还不疯了 有十分钟的事 不行你开打 依珊姑娘 这件事叫我答应你 司令 你们得合计一下 这警戒线怎么射 别让八路那边起疑心 这射警戒线很正常 过去又不是没射 警戒线可以先射 但袭击八路首长的事 不一定马上就做 为什么 现在做 一是很容易怀疑到我们头上 二是赶走八路 他们会卷土重来 时间不妨往后推 在你们准备启用通道时 我们再把八路赶走 等他们卷土重来时 你们已经用完了 我们也可以撤退了 再把牢山让给他们就是了 妙 这谁不好记 就怎么办 谢谢 洪总经理 刚才 我给伦伯朗先生的律师 池松打过电话 他认为 这是一份无可挑剔的合同 伦伯朗那里 也不会再提出意见 龟田先生 对伦伯朗后来增加的条款 也没有意见吗 没有 龟田先生只有一条意见 就是 但是 认为我们谈判的进度太慢 谈判的进度不能说慢 这么一大笔交易 我知道 我们之间不需要解释 其实 龟田先生那里也不需要解释 他需要的是结果 富有成效的结果 这才是最重要的 嗯 我明白 如果伦伯朗那边 要和我们签正式的合同 我们这边 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问题 能有什么问题呢 如果没有问题 就请您 在合同上签字吧 我签是没用的 伦伯朗并不急于跟我们签合同 他似乎在等什么 我最近几次和他见面 除了吃喝扯皮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温伯朗的态度不难解释 但是您和龟田先生之间 是有协议的 您提出来的条款 他已经在履行了 作为对等交换 他对您提出的条款 您也应该履行 我知道 我知道 已经下班了 今天没什么事 你可以走 我还是先送您回家吧 司机是你们派的 您还有什么不放心哪 龟田先生不会责怪您的 江川军已经来找过您了 去玩吧 年轻人嘛 您该多一点自己的时间 谢谢您的关心 那我先走了 走之前 请您先把合同签 我还是想和龙波朗一起签 龙波朗那里我会来想办法 如果我办不成 再听您的 你们打算怎么办 龙波朗先生是我的老朋友 不许伤害他 您放心 我们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但是 我不能这样由着他的性子拖下去 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由他任意的挥霍 我还是想和龙波朗先生 坐下来一块钱 那样会显得很正式 红总经理 我们不讲形式只讲内容 只要签上去的字迹是真的就行了 我必须要提醒您 龙田先生的耐心是有限的 如果您实在不想签 我也不会逼您 但是您的亲人和朋友 会有人死去 一天一个 我想 您也不希望那样吧 我劝您 还是把合同签了吧 演唱《视频》 转换 柳天 水 演唱《精彩》 演唱《视频》 演唱《视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回来的 那边谁都办案了 去大佐那里了吗 还没有 咱们去哪儿 海边 我是江川一郎 痛快 男人就必须要奔跑起来 像狼那样奔跑 要不然 就要像被狼追着那样奔跑 你说的是对的 木兰 你有心事 不再考虑 我要不要也奔跑起来 你要奔跑起来 什么意思 抓狐狸 抓狐狸 现在合同一直都签不下来 归田大佐 已经急得不行了 那交易进展不下去的原因在哪里 在伦伦伦 其实 要让他签合同 也不是没有办法 只要我答应他 他就会答应洪轩 他签合同的最后一个条件 是我 八嘎 他是在找死 不 他现在还不能死 那洪轩知道这事吗 他还觉得奇怪呢 为什么合同反复拟定了这么多次都不签 是 木兰 你真的有把握抓到那个老狐狸 抓他没有问题 但是要逼他就范 需要你的配合 你可以做到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 木兰 我们是恋人 但更是帝国的军人 为了完成海豹计划 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你能确定他在里边吗 他说 他每天晚上都会在这儿等我 去吧 钓鱼行动开始 楞布朗先生 我敬你一杯吧 不要了 不要了 您真是一招被蛇咬 三年怕警神啊 我用红酒敬您 又不是每夜鸡尾酒 您怕什么 我怕什么 我怕你再次把我灌醉 这样的话我就会失掉机会 你不用等了 木兰是不会来的 他马上就要结婚了 不是还没结婚吗 没结婚我就有希望 来 登布朗先生 哦 木兰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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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 美人 晚上好 这家伙一直在等他吗 看来是这样的 人等来了一定会有故事发生 是的 啊 木兰是不会轻易来的 一定是为了把勒木兰拖下水 他才会亲自出门 请进 刘木兰你很美 木兰 木兰 我很喜欢你 我很想要你 美人 我来了 今晚你很漂亮 别心急嘛 我们有的是时间 你呀 先去洗个澡 好的好的 你等我回来 你真漂亮 宝贝 好 是 我在浴室里等你 好 好 让你久等了吧 好 宝贝 我来了 亲爱的 站起来 站起来 让我看看这是谁的脸 嗯 哦 伦伯朗先生是吗 久闻大名啊 你知不知道 你今天干了一件你不该干的事 你搞错了吧 那你真是捉剑在闯 我 我和木兰并没有办那事 你必须不要邀请我 如果你不承认的话 也可以 那我就给你拍一张照片 明天各大报纸上 全是你的照片 哦 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我要叫你 乔吴生气地死在这个房间里 我劝你还是好好地跟他合作 如果你想活命的话 如果和你们合作 你能给我一条活路吗 说了没用 你得做点什么 做什么 合同 签下你的名字伦伯朗先生 本来我是要签的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不是很有意思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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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们确定合同没有问题之后 我会把你的那份送给你 你去车上等我吧 老婆 别杀我 你们要求的事我已经做了 问过了 别害怕 我只是想 不不 我不需要 给你一个证稿 不不不 以后千万不要再打 漂亮里边的船 走吧 看来这家伙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 你没有把他给废了吧 放心 我知道轻重的 你出手我还不了解 我可是一个优秀的特工 上车吧 骆克家请讲 臣妮 脚趾找你 脚趾请讲 你好 脚趾 是 好的 再见 脚趾在打我的主意吧 他忘记了 我不是你们一伙的战争结束后 我是要和你离婚的 找到心上人了 这是两码事 我不能和不把命当命的人生活在一起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现在能帮一下忙吗 我对你们的事不感兴趣 我的兴趣在金融上 那些不断变动的数字才让我感到兴奋 对了 巴黎银行的数字可能要变了 要大变 你说什么 我说 伦伯朗和东亚银行 可能达成了某种协议 几十万两 甚至上百万两的黄金要变现了 你知道吗 洛克 不可能 这种事情在发生之前 伦伯朗一定会和我通气的 也许不可能 不过你最好问问 让伦伯朗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大佐 干得漂亮 什么时候办理交易手续 三天之内 很好 成交哪天 我一定亲临现场祝贺 这样看来 巴黎银行和东亚银行 就可以直接办理交易过银手续了 大佐 您的意思是 伦伯朗和洪弦的作用 不大 您是想 可以除掉 为什么 在这个世界上 知道我们秘密的人 别扫养 别扫养 大佐 您是不是 有点着急了 如果没有他们的亲自办理 他们的董事会 很有可能 把合同推导重来 一切又要重新开始 既然 您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又何必 留他们存活在这个世上 帝国 也不会崩溃的 您说呢 好 就先按你的意思吧 十分钟后 统治各部问经理开会 好的 我去通知 这项业务 最好能研究一下 合同签回来了 这是一份已经生效的合同 接下来怎么办理交易手续 你们比我清楚 不然 你虽是个女儿身 但是 你确实很能干 只要我想做 没有做不到的 摇 très早安 词 这句 medidas 舴 感谢观看